巴拉呢,它要用4个P来变成一个Regular Polygon so,一个P它有两个边,然后我4乘2,它就会变成8个边 所有的是N等于8的那一个Regular Polygon so,我们的Interior Angle 会是等于8-2乘百八除以8 ok,所以是6乘百八除8 6乘百八除8,然后我拿到的是135度 然后135度是3x 所以它每一个角都会形成3x 所以我的X会是等于135度除以3 然后我拿到的是45度 ok,所以除3,45度 好,来,在这一边呢,它说 如果P跟Q combine来form成一个完整的360度 我需要多少个P多少个Q 所以我知道呢,它是45度嘛 X是45度嘛 所以我的360度除以45度的时候 我其实会拿到8 就是说我要变成360度的时候呢 我会用8个X 会是等于360度 so,2X加3X5X 然后再加3X会是8X 就是说我3X加3X加2X 会是等于360度 所以我需要两个P加一个Q ok,会变成360度 它形成的形状会是怎样的呢 它形成的形状会是怎样的 就是说这边是一个P 这边也是另外一个P 然后下面是一个Q ok,我在这边我有一个P 这边是135度 P是135度 3乘X等于3乘45度 等于135度 然后这个是2乘45度 然后它是90度 然后它下面这边有一个90度 所以我有一个P 两个P再加一个Q 它合起来就会是360度 ok